- 各位投尊朋友们好,我是路易斯,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影音了 大盘值数今天开高和走低,中场小涨12点,涨幅只有0.07% 成长是5452亿,是一个量增的格局 那今天开高的背景是什么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消息一片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昨天晚上9点45分,纽约联储主席,他说什么 他说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要积极的讨论加息,甚至减少购债相关的议题 这种鸽派言论一出,昨天美股的四大指数全面性的一个反弹 那也照做了今天的台北股市出现一个开高的一个状况 那开高涨了一两百一点左右,为什么中场全部这样收下来 各位,盘面上卖压确实今天来讲的话,是稍稍有点比较沉重 不过你说这个盘没有亮点可以看吗,这盘当然有亮点可以看 还是有来称大盘,称大局的这个族群性在 所以我倒是认为也是一样,盘面目前还是一样是一个多方架构 你不需要太过悲观去看待它 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架构 今天来讲的话,上海加速还是稍微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整点来说,今天的盘面的架构虽然才小涨12点 但是还是一个中性偏多来做解读 那今天的族群性当然大家都知道,今天什么族群最强 传产对不对,钢铁是不是全面爆喷,全部大涨起来了 玻璃陶瓷又起来了,电气电缆,油电燃气,纺织 还有橡胶,造纸,塑化等等 你会发现,全面又是什么,又是传产股来了 反倒是电子暴体今天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之前提醒大家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现阶段的布局,你不要全面手上都是电子 你也不要全部手上都是传产 你均衡布局嘛,各一半这样不是比较舒服吗 这样不是比较舒服吗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你至少做个均衡布局 你才会让你的投资组合比较安全,安稳,稳健一些 所以今天传产来做撑盘 反倒是这个电子暴体的部分来拖累整个指数的表现 那来看一下,各位这指数 有点尴尬的是什么 连续三天收黑了,我现在就连续三天收黑了 只是说你说这里是空头嘛,各位 目前的指数还走在20跟60WMA之上 在这个位置之间,而且20跟60WMA目前都呈现上弯的状况 也就是说,目前的月季线的加权移动平均线还是往上弯 那代表趋势没有改变了 还是向上看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以顺势的逻辑来看的话,目前还是一个多方架构 所以我认为依然拉回支极你不用太过去,过度解读它 所以从技术面的观察,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波段多方 还是一个波段多方的一个格局 那来看一下在这个OTC指数的部分 那贵买指数今天来讲的话,表现也是上下几刷尾盘全部杀下去 跌了0.24个百分点 看起来跌不多,但实际上从这个开高涨了大概1.1个百分点 这样刷下来也是跌了1%多 而日内来讲的话也是这样杀下来 所以整体来说,卖压也是比较沉重的 从涨跌加速就可以看得出来 卖压稍稍比较重,下跌加速稍微比较多 那今天比较抗跌的还是在这个钢铁啊、纺织等等相关的族群 今天基本上上市亏最强的就是什么?就钢铁了 那贵买今天最弱势的是半导体跟航运族群 当然航运族群我讲过很多次 敢操作的投资人,你当然可以去操作 只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现在的航运就是海盗船 弄个不好,你可能早上买 整个下午就这么撸了,你就会吓死 你就会吓死,因为波动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认为你真的想操作航运股的话 我认为你如果真的想做啦 你用一点逆思的思维,就是跌的时候再买 我叠一下均线支撑的时候再买,我认为比较安全啦 如果你去追高,很容易短套啦,很容易短套 那你看基础线图的部分 贵买指数今天来讲话收了一个蛮长的上影线 量是有点带出来的 所以开高走低,就去这个地方洗一洗,震一震 不过你说格局有没有改变 还守在20日60日WMA之上 这当然还是一个波段多方 只是短线上确实有点偏向整理 短线上确实比较偏向整理 不过中长级多方趋势还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接了一个加盐指数跟贵买指数的部分 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波段多方还没有走完 但是短线可能会陷入盘整格局的一个架构 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那来看一下筹码数据 外资,哇,外资最近真的到了很多 今天又再到111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外资卖了111亿,指数还是涨的 代表什么?有人要撑啊 有人要撑盘啊 是谁?各位,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好了 头信买了2.66亿,会是头信撑的吗? 应该不是吧?八大囊库有可能进来撑哦 八大囊库有可能进来撑哦 因为今天是在买方的 我真的就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认为,这外资大卖成这样 股价指数都还能撑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算很强了,算很强了 那投信小买嘛,扑克ratio1.06 中信小小小偏多 那还好,好在期货多单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 而反而是小补了这个400口的空单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外资真的让这个盘崩盘 如果是你,我问大家好 如果你是外资,你今天要让盘崩盘 那么,你会不会加期货空单 应该会吧?各位 加期货空单,大台来讲 1.1口200块钱 你既然要让指数跌了,为什么不扩大杠杆 而且你是有能力操纵指数的哦 你为什么不扩大杠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外资虽然卖了现货非常多 但是我还是不认为这里,他要积极的看空 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要看空,期货早就加仓了啦 期货早就加仓,没有啊 没有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比较中性来做看待啦 这期现货的方向不同步,就是现货真的卖比较多 所以从今天筹码加过来讲的话 普货ratio,小振 投信,小振 外资偏空,那期货偏个小多 小小多而已,也才恢补400口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算是一个中性 小小小小偏多的一个格局 当然因为量不大,外资毕竟卖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偏中性解读 你也可以中性小小偏多解读就可以了 OK,那融资最近有小度增加 昨天真的13.7亿 那外资还是有筹码再慢慢再加进来 这地方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我们看完了这筹码架构之后呢 那相信我们投资们看过我这么多期的影音的投资人 应该都知道,我接下来要带大家看什么 我们要看那个多空投排列加速指标,对不对 看一下大部分的股票现在是什么格 你对整体的盘式,你才会有掌握度 你才会有掌握度 好,那小鹿调整一下画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多空投排列加速指标的部分 各位指标目前来看的话,有没有发现 空投排列加速慢慢增加 多空投排列加速慢慢减少 这你要小心哦 这你要小心哦,一旦死亡交叉 目前长均线已经死亡交叉了 一旦短均线也死亡交叉 逢反弹你可能要减码哦 逢反弹,个股部分你可能要做一下减码 所以近期的操作你要保守一点 因为开口慢慢开始在收敛 这就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资金部位要控好 资金部位一定要控好 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指标之后呢 那还是要来带大家看一下在这个 类股资金流向的部分 今天来讲的话,成交值比重最高的是航运族群 各位,航运族群今天的成交值是39% 成为台湾第一大成交值的类股 可是你看这个,各位 各位这不是个股哦 这是类股的K线哦 类股的K线可以这样走 开高刷回平盘 又冲上去,又刷回平盘 各位 这样的行情 有这样的行情 弄错,来回一天可以赔个几十盘 为什么 早上开高好强哦,真的受不了 航运人太强了,做多 掉下来回到平盘好可怕,停损 看他又翻上去了,又做多 掉下来又停损 那你今天会被洗到爆炸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个人比较不偏好航运股 因为现在是海盗船等级 不是说不会涨,各位 不是不会涨,只是我不喜欢 我也没有那个心态去驾驭这样的个股 那我们就不要做啊,就不要做而已啊 所以我认为 不要做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没有其他的机会点 各位 台股市场不是只有航运股 还有其他个股可以操作啊 那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钢铁不是很强吗 今天钢铁不是全面线的大涨吗 它的稳定度是不是高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报告是 航运股你敢操作 我认为OK 但是请你可能留意一下 因为位阶真的很高 我位阶真的很高 敢做的话也OK 但请你设好停损 请你设好停损,OK 好,那我们来看看个股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之前昨天的节目 我们说什么 报价蓄涨的产业 兵荒马乱石不急躁 这是我们昨天的标题 那今天是不是全部喷上去了 我之前跟大家影音里面有提示过 钢铁族群来讲的话 钢铁族群啊 你不用太过担心 很多人说哇小路中钢7月盘价没涨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涨 他不涨盘价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因为7月份 各位 应该这么说吧 目前来看的话 CPI指数 哪一国政府希望自己的通膨很严重 当然不希望嘛 所以 中钢背后是谁 中钢背后经济部 经济部控制了 你觉得他会让他 往上拉抬 让他CPI上起来吗 不会吧 要压一下吧 所以这个月很罕见的中钢停止12连涨 但是国际盘价还在涨 那代表什么 后面中钢也会受不了 还是要调啦 还是要调价格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状况之下 那个只是短线上的小因素整理而已 所以 市场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了 很快就发现了 金光钢整理之后 压缩今天一根喷上去 当然今天这个地方涨停板没有锁死掉下来 盘中的地方小路发现 当时那个时间点不止他没有锁死 很多的钢铁股全部涨停都打开来 所以澡盘这个锁完涨停没有锁住 我们赶紧带学员们把我们全数的获利放口袋 没有错 我们操作的就是2031的星光钢 这是学员跟小路分享的对象单 钢铁族群、传产族群就是在讲他 就在讲他 所以这两个股我的观点有没有改变 我的观点目前看还没有改变 只是说什么 只是说上面已经来到前面这一坨套劳麦鸭 套劳麦鸭区我认为要尊重一下 我认为要尊重一下 所以可能会有压回的机会 我可能会压回的机会 压回怎么办 压回再来看啊 压回再来看啊 今天外资大买啦 我今天外资大买 ok 那我认为有没有机会在我上 当然有 只是我认为如果有接下来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接回来就可以了 ok我的观点 那给大家多参考 那也跟大家做交代 我们所谓的传产的股票 其中一档就是什么 星光钢啊 星光钢 其他钢铁族群也很强啦 我钢铁族群也很强 所以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说小路中钢怎么都没动 今天不是动了吗 今天涨5% 大牛骨可以涨5%不错了吧 所以我认为观点没有改变了 ok 洗洗这言证 要看再来看 要看再来看 ok 好 那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怎么做 我们今天除了卖这个星光钢之外 我就没有做其他动作了 我就没有做其他动作了 还是提醒大家 现代你还是传产跟电子半个体 去做均衡的布局 不要全部都拿电子 要不要全部都拿传产 你那样风险会太大 你那样风险会太大 那邀请大家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 想跟上我们脚步一起努力的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联络 小路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小编 自询加入我们 精选群主的服务 ok 那我们赶快回答一下学员们的一些问题 好那学员的提问 小路先看一下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的提问好像也稍微比较多一些 好 早盘的时候 小路发完我们今天第一的讯息之后 有学员问了 208南地来到缺口附近 也会建议再走一趟啊 因为之前这个学员好像 他这还有在抱着对不对 投信连三买 投信连三买 当然这里有一点被动基金的买盘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不过 我们之前为什么能够卖在这个上影线 这一根黑K棒的上影线 我们为什么能够卖在这边 因为这里左边有缺口啊 缺口这个地方果然会震 果然会震 直接掉下来 连续四天红K棒又给他洗上来 投信的买盘很稳 投信的买盘很稳 我认为今天来讲148.5很尴尬 非常非常的尴尬 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上去 这个缺口啊 这缺口149.5吧 对啊 收盘价大于149.5才会确认突破指纹 所以我跟学员当时盘中的介绍是什么 我认为这里如果你有两张以上的 出一半吧 如果只有一张的 你也可以全出掉啦 你也可以全出掉 后续 当然这个南地的部分做的是医疗的手套 我认为还是非常看好 上半年赚11块 下半年整年加强 应该20块可以挑战 本义比才7倍 这就不用担心了 那尤达的部分其实我说过尤达部分 其实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 那基本上今年就是在玩什么 要玩这个面板的涨价嘛 那涨价来讲的话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面板 我讲过超多次 我最近几个礼拜的盘友营有提到面板的 我都说什么 20到30大区间增大 逢低到20附近你都可以留意 25262728月到30附近你就要留意卖点 那目前看来投信是有积极在买的哦 我投信是有积极在买的 当然这里也有点备用买盘 因为他最近有纳入那个005年成分股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我认为防守好底部区间 我认为底部这里可以慢慢布局 冯高你还是要出一下 冯高你还是要出一下 来回做一个区间操作为主 那关键的压力位置跟支撑位置 跟学员在群组里面做好报告了 那我们就不在这边多做赘述 隐形眼镜三雄哦 当然最强是这个啦 最强是金硕啦 金硕强到病鬼 头信也每天都在买 这种很强的如果你不敢追哦 精华比较底部啦 头信也在买啊 精华比较底部 我认为他可以跟金颗 还有那个金硕比较效应 这金颗也是飞来飞去 头信都有在买啦 那我认为如果你敢追的 金颗跟什么 跟金硕啦 不敢的 我认为可以看他精华 位阶低很多 位阶真的是低很多 ok 好那再来 技嘉拉回的支撑大概在哪里 技嘉今天绕赛 对我们之前出了嘛 115左右出掉对不对 那拉上去这根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等拉回嘛 他没想到拉回这么深 而且外资投信是大卖的 为什么 中国大陆那边在讲什么 在讲说要禁止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嘛 技嘉这种板卡都拿去挖矿 当然手当其冲啊 你看这些所有的板卡 看去 第一台甚至砍到跌停哦 违星 这个应该比较好 因为他板卡比例没那么高 所以整体来说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技嘉今天真是拉回很深哦 那今天这个筹码站 我会建议再观望一下 筹码站我会建议再观望一下 那未来我自己看了一个支撑 会大概就在这个区间 目前现价附近 这里能不能亮缩指纹 筹码不要再被大卖 我认为就可以有机会阻底哦 那业绩很好啦 只是我认为就是短线利空啦 然后他下半年伺服器的部分 业绩应该不错 台胜科 当然这个矽晶元的部分 你看6-88环球 还算强劲吧 中美 还算强吧 合金最强 合金都过高了 那以台胜科来讲的话 因为各位 矽晶元在涨价没有错 只是说台胜科 签的是比较中长期的约 所以他对于限价的波动 比较没有这么敏感 所以自然而然 他对于这种报价的题材 就比较缓慢一点波动 比较缓慢一点波动 所以我倒是认为他不差啦 当然不差 矽晶元好的话 今年就会好 只是说 你还有点耐心哦 目前来到多方区间哦 60跟20WMA的上扬位置 这里手稳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业绩也是很好的 陈美材这就是偏光板嘛 偏光板你还是要看看面板 这个面板不觉得长很像吗 很像的吧 他跟面板会比较有关系啦 那我认为其实 以偏光板的41600的陈美材来看的 我愿意是说YY16% 那第一季的EPS是0.37元 以目前股价这样来看 其实不会贵啦 不会贵 只是说你可能还是要看一下面板的脸色 要看面板脸色 越到第四季 我会建议对面板产业相对的要保守一点 因为第四季杂音比较多啦 货币局长现在不知道 今年业绩绝对好 只是明年不知道啦 那业绩这个部分可能会打个问号 比较尴尬一点 所以我会建议你防守这个大量成交区间哦 好那还有什么勒 有人问世界先进是不是 世界先进来讲的话 今天在尾盘 又解又上去了 你看投信不离不弃啊 这好公司啦 他就是那个啊 金元代工内挂啦 金元代工内挂其实 台积电最近在跌嘛 所以他跟着一起跌 不过我认为 他蛮强的 你看投信都不离不弃成这样子 你相较于你其他的金元代工 你看 联电也是算是不离不弃了啦 我立即电投信没有买 立即电投信没有买 那台积来讲的话 这里有大卖过一天 不过投信还是偏多流长 所以整体来说 我认为其实 投信在金元代工这一块 琢磨是蛮深的 那世界先进来讲 也算是蛮积极在做买操 我认为这里会直稳 这一对均线卡着应该会直稳 我不用太过担心 会扬今天掌停收拾对不对 我也盼着收拾 可是我就说啦 这里这样飞来飞去 承受得住才能做 那我的观点很简单 今天低点比较破 为什么 今天低点 今天成长有几张 20万张耶 各位 20万张他应该是历史天亮了吧 这一根都好亮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这一根 14万 14万9 20万张的量 今天低点不能破哦 今天低点不能破 他可能短线会整理哦 所以 我认为有的就续报 我防守今天低点就可以了 OK 好 来 金豪哥 豪哥可不可以加吗 豪哥不错啦 外资联两买 各位他是100块的股票呢 外资联你去2000张 买加起来3000多张耶 那为什么外资要买他 记忆体族群 你不要悲观啦 记忆体 报价不是创新高了吗 记忆包创新高 下半年又是电子忘记 记忆体的部分当然会有所表现 我都不用担心啦 防守好在区间就可以了 经济拉回的位置怎么看在做加码 经济 我之前跟学员报告嘛 我说他很好嘛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而已 最近标起来了 标起来了 我的观点很简单哦 你要看什么 这个支撑位置 保守的话我会建议再往下看 这边最稳 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在做加码 你会更稳健 我这位置 那习习这些投信外资 都是任养成这样 应该还有续推 我的认为 我的观点应该过高啊 业绩这么好 业绩这么好 这个实应援箭的部分 南亚 南亚因为最近油价波动度有点高 嗨嗨 就这样掉下去了 不过 南亚的业绩比较小看他 南亚业绩也不错哦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防守这个区间 要做一个支撑 那上面来讲有压力啦 压力 所以我认为就是来回区间操作 不用悲观啦 业绩不错 业绩不错 来回区间操作就可以了 好美容店哦 美容店美容店美容店 美容店这两个股来讲的话 因为是扬声器的公司 这种个股 比较没有想象空间 会比较尴尬一点 不过最近的几个月的 营收都是双位数成长 只是EPS真的没有显著性拉起来 那有一个大咖 买来三天章 他套在三顶 他都没有在买卖 他就是放在那边 那业绩上短绩上 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起色的机会啦 很多人说 小路他第一季算7块钱 那个7块钱是业外的啦 那业外啦不是本业啦 所以我认为目前看上面是有这种 头部的一个颈线压力撑哦 这个位置可能压力有点大 下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底部这里可能也有个撑吧 这也有个撑啦 或许先看这区间操作吧 虽然这区间操作我认为比较安全一些 OK 好 太敏从马面操好如何看待 我记得这个啦 这一咖啦 高雄咖啦 原副高雄啦 买成这样我相信有事情啦 一定有事情啦 你不知道消息里面不肯这样买 所以太敏我认为你就是 技术面操作吧 技术面操作 你防守大量成全圈 就网上看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他的业绩哦 业绩我记得普普啦 普普啦 还行还行第一季赚多少钱 第一季赚0.85 下二十几块是不是 三几块还行啦 还可以还可以 那他配股配息算蛮多啦 配一块钱啦 为什么配一块钱我说算多 他之后还减资两块 所以加起来三块钱了 现在殖利率大概还OK 还OK 所以我认为应该就是炒这殖利率题材 应该有点往上推啦 是充满看起来是真的好 我充满看起来真的好 二四也是汉堂 汉堂这只好公司啊 无城市工程啊 台积电那一挂的 他台积电的这个设备厂 那整体来说 公司去年EPS赚多少钱 21块钱 那估计起来本益不是10倍吗 今年第一季业绩也不错啊 3.92 而且去年发17块股息哦 各位17块股息 这个位置你自己算算看 那值率也很高吧 他目前有个小利空啊 就是台积电的宝山工地有个确诊 那他就是汉堂的啦 所以市场上可能有点担心 但我认为这种疫情都是短线影响 那不重要 不是说那么重要 除非大规模感染导致停工 这才有问题 如果没有 我认为这里是个风险有限的测试点 你只要守前地就好 前地不要破 这里好甜哦 210块的汉堂 我认为蛮便宜的 国桥 国桥来讲的话 我会认为 上面这里确实有个压力啦 这里有一定的压力在 那这里有个撑啊 下面有个低档撑 所以我认为来回虚担操作吧 冯高我还是建议先卖一下 冯低我认为可以低多 目前均线的架构时间是翻扬 应该是OK的 应该是OK的 神盾哦 神盾长哥 其实我们在盘后已经讲过蛮多次 那其实状况都没什么改变啊 你看他筹嘛 美龄啊 美龄之前低档这里有买一点 那港商野村 我记得港野也买不多吧 对啊 其实没有积极在买 美龄买 这里低档买的时候也没什么在理他啦 好几天没交易了 不过神盾我讲过一件事情 你看看古力 古力怕多少钱 发15块钱啦 发15块钱 当然是有初心敦泰的那个获利贯进来 那只是说你从现在业绩来看 剩0.94块 当然很差啦 当然很差 所以我那时候 我在盘后营里面 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把他最差相当想进去嘛 他现在就最差了 还能多差 还能什么消息都出来 所以我认为什么 他是打底部啦 他打底部 然后不是发15块钱吗 15块钱这里 这里就是支撑了啦 因为15块钱就会有人进去减了 15块钱的古力就有人进去减 所以我认为这就打底部吧 所以我认为还是底部震啦 洗一洗阵阵吧 这个可能要等新的消息出来才会发动 短线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 好 星光刚的上面压力在哪里 如果手上还有的话 要怎么去看待他 还要给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他筹码好了 也这里也带大家一起来看 你看今天谁在买 摩根大通 凯基台北 统一 你会发现 其实做短线的还蛮多的啦 这统一做做短线的啦 没有 凯基台北 再做做短线的啦 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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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大通 也是一样有卖有卖 不过他流畅的意愿算是比较高一些了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 你防守好这个区间吧 这种个股 我认为啦 明天盘不凉 还会开高 还会开高 只是说 前面这里上面 套了人是不少 我会建议如果明天真的还有开高的话 这个区间 至少先出一半 开高这个区间就至少走一半 前面这里你要让人家解套一下啦 我让人家解套一下 所以如果还有开高 我建议就先走 一半 我至少一半以上 升全出也认为OK 这我也认为OK 所以这里我认为 就看这个位置了 好吧 就看这个位置了 OK 好 那回答完我们 精选学员的问题之后 赶快来回答一下我们 Telegram频道 我33个 等等散散个问题太多了吧 今天大家问题那么多 这问题太多了 小鹿基本上今天先针对技术面来分析 大家今天问题怎么那么多 吓死我 有吓到我 怎么那么多 技嘉观点这刚刚讲过了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小酒菜问到的 Austin问到元晶了 安吉也下去了 因为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太阳能涨不太动吗 这不差 只是上面套的人太多了 真的很难涨 元晶来讲的话 哇这 压力大了 今天跌破关键价 今天跌破关键价 不过他又来到这个上扬的多少 上扬年限 上年限 哇 这里就尴尬 这就尴尬 因为我不知道你成本在哪里 这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下面这里你就防守一下吧 上面这里有一个大压区 你把操作周期放大一点 下面这里是一个大支撑 上面也是一个大压力 你就来回这个地方做区间操作好了 好 区间做操作 全新成本124 哎 不就是成本区 不是成本区吗 成本区就丢着啊 TA我认为目前比较有机会是文贸啦 文贸比较有机会啊 他那个苹果电动车题材 那全新当然也不差 红杰克当然也不差 你看投信买成这样会差吗 当然不会啊 这防守这区间往上看 Joseph问到华子 华子开高走地找盘罩子都蛮强的 找盘罩子都蛮强的 不过尾盘都绕赛 那喜喜正正 各位这种东西我说过什么 我说过他们在中国大陆有什么 有植林地嘛 所以他们有探权交易的优势 再加上纸业的部分 淡机不淡 纸业接下来也要迎来 继续迎来什么 涨价跟他的旺季 我认为华子可以啦 防守还是虚间往上看就可以啊 防守还是虚间 前面这有点套楼卖 让人家出一下吧 各位 前面这也套了不少人耶 所以我认为今天罩子很多都是什么 让前面解套而已啊 洗一洗 应该还会上去了 QQ问到的威胜 这个我说过不碰耶 为什么不碰 他就没有什么获利 很多人说小鹿北一比只有四倍 那是业外的啦 业外的 外资都在大卖 然后他有没有 他又没有什么 比较明显最近的产业前景 我认为防守这区间吧 上面几个比较出的蓝线啦 那压力位 冯高我认为换股吧 我换股吧 玉金光成本518 这不跟成本区吗 成本区还好吧 不是没有 还好吧 成本吗 那外资投信是有在第一档这里在接啦 那目前也已经回测到这个位置了 你防守这区间吧 好不好 这也是前面的平台支撑 这里不要破洗一洗这一阵阵 还有就往上攻 但是冯高我会建议先走一趟 因为年线还是下弯的 冯高应该会被压回来 好不好 圣群 圣群就在这边洗啊 他不会死啦 圣群有获利啊 圣群你直接守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这个区间不要破 他都没有挂点 他没有挂点 这里也是多方空间 有没有 上阳的20跟60W 这边没有破洗一洗这次他的就推 业绩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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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用太过担心 阿赵就在这边洗啊 阿赵就在这边洗啊 他没有挂了啊 还在这区间洗啊 他目前还在多方空间啊 20跟60W的这个位置哦 那只是说如果这60W破掉的话 可能会进入比较长久的洗盘 比较长久的洗盘 可能要有点耐心啦 不过以他业绩来讲我认为是OK 如果接下来掉下来到这种上扬的120线 我认为可以加吗 业绩是好的 我不用太过担心 连键洗盘啊 这个没什么没有方向啊 就是盘啊 那基本面的部分 有锁定我节目的应该知道 讲过超多次了嘛 靠近六字头不用看 靠近五字头出可以看 他现在是不是五字头出 51我认为可以看啊 我认为可以看啊 防刷这区间就可以了啦 OK的 他赚多少钱配多少钱的公司 今年可以赚3块半 他现在值率算起来有大概6、7% 这安全的啦 赞得别怪你 好不好 这安妮问的嘛 8255彭城哦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 强貌然后就想要买彭城 台半 那一群嘛 那来看一下哦 目前手稳这个平台区间 就往前高看吧 这还没有挂点 这个车用二极体的部分 这高阶的啦 这都高阶二极体的 合金成本多少钱 6、7 6、7 认真吗 什么时候6、7 你是之前在这里的吗 最近应该没有6、7哦 6、7哦 6、7、6、7 6、7也太远了 OK 那如果是6、7 我会接你 你就防守这区间吧 这个今年 你应该有办法解套啦 不是 应该有机会啦 拉回来标破 也就会往上推 这矽晶元今年 这也满单的啦 这今年满单 今年满单 你业晶应该都不错 四季钢铁继续往上看啊 继续往上看啊 只是来到前高附近 你要保守一点 那前高把就要震了 前高本来就要震盪 洗一洗震盈震 我还是能往上看 为什么 那是水下钢材的喔 离岸通电水下钢材 又有钢铁涨价的题材 双题材 外置投信基本上不离不弃 这拉回来的话 我终于可以看它 那没什麽太大问题 好不好续报 金居喔 金居我们是出掉了 金居我们出掉了 哇 今天影片内容可能也会很长 我能够看到坚持吧 已经看完的人不简单喔 这里还是感谢大家支持啊 感谢大家支持 好那来看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 20跟60WM目前是上弯的啊 代表什麽 博伦区是没走完啊 没有走完 铜箔加工费还是在涨啊 今年下半年还会再涨三层 比方说这个锦线的大量程度区间 跟这个多方空间 三重支撑这里不要破 没事往上看 表哥 台宝区 炫问的 这个股性很喜 我知道miniLED最近很夯啦 但这个超喜的耶 台宝区业绩不差 他什麽都不差 他就是一个股性很鳥而已啦 超爱喜 你防守这区间 慢慢往上看 头信都有在锁他 头信是有在锁定他的 副彩也是鸟鸟的啦 这种miniLED很保 系统 鸟家军的吧 我没记错的话 连电的啊 这连电集团的啊 手区间都来到这个位置了 这没破就好了 这里没破 往上看到这边 不过我要提醒哦 没有获利 老师你要小心一点 防守这个当成区间 上面有压力位置 还是建议逢高换挡 探讯 为什么今天鸟这样 跟这个一样啊 跟这个一样啊 跌到老赛啊 为什么 中国大陆说要出手什么 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今天崩到一个腰石油 已经凉去 真的很压欸 这样掉下来 我认为你可能要守前低了啦 前低 平台这里没破就行啦 这里没破就行 短线上来讲 业绩那很不差 我认为这只是短线的影响 全世界挖矿还是非常积极 防守大量成交区间 未来不破即可 未来不破即可 只是上面的压力位在这 冯高如果有弹到这个位置 你还是要走哦 你还是要走 因为上面压力太大了 不太会动 对啊 对啊不太会动啊 应该说记忆体最近也没动啊 比较没有动啊 所以洗一下还好吧 71到73差不多啊 我认为这就让他洗盘一下 这就在盘整 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趋势方向 汉宇博 汉宇博的 这个是那个嘛 PCB嘛 华兴利华集团 来 防守大量成交区间 这区间不要破就行 不要破就行 但来到前高 前高这套的区间 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条出的蓝线 冯高这里要跑一下 要跑一下 真的要跑一下 OK 统一时 这座罐头的那个包材 跟那个罐头的相关的 产品啊 外之间大买 有没有结果 我认为你要先看能不能过颈线耶 他之前在炒的题材是什么 大家都去买什么 买罐头啦 我的建议是你守这边好不好 然后如果往上突破 冲上去的话 你来到这边至少卖一半吧 至少卖一半 你至少确保你稳赚不赔 只要你不是套在上面就行了 国泰 还有旧吗 已经亏本了 你这 这里我要做个机会教育 也帮JJ回答一下问题 你成本56 现在52块6 你这样叫亏本的话 老实说可能比较不适合股票市场 可能比较不适合股票市场 短期波动而已 这没几% 那是正常市场波动啦 对啊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回测 让你是有压力 我会建议几个 第一 转定存 真的是转定存 第二个什么 定期定额买0050 不要看他 不要看他 因为这个才跌没几%呢 还好吧 我是觉得还好啦 业绩很好啊 这个洗一洗后面都会上去的机会比较高 但如果你说短线要涨很难啦 很难啦 目前没有看到啊 但是我认为这56还行啦 还行好不好 但是Alex哥问道的滑邦 335 这会不会挂点 对啊 各位他第一季赚0.4元对不对 创十年来单机新高 你知道第二季赚多少钱吗 第二季可以赚一块钱 第二季一块钱呢 那今年可以赚什么 2块5到3块 2块3块本一比不是才10倍 这我认为没问题耶 我认为没问题 今天没有出量啊 首区间 来回大区间做操作 逢高你可以卖 逢低你可以加买或买进 这我认为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好意思跳掉了 Alina问道的五峰 五峰这也是投机股啊 这事我不喜欢的耶 因为没有获利数字 没有获利数字 我就会不知道还有几两种 这就尴尬了 我比较不喜欢这样 我比较不喜欢这样 那今天来要缺口白就要正啊 有没有 我之前教过的南地的概念 缺口白就要正啊 先正一下很正常 拉回来不要破这个大量支撑就可以了 好不好 利特 这我也不知道耶 这成交值才1000多万耶 这很容易被阻力操控 因为成交值太小了 吹一下就上去了 弄一下就掉下来了 这个我不建议做 我不建议做啦 除非啦 你有所谓的消息面 你有可能知道 未来有什么样的机会一点才要做 不然从公开资讯来看 我不认为他有做的必要 真的有技术面操作 防守大量成交区间 先往前高去看 育民的出厂时机 这样报道量 23万张 今天低点 今天低点收盘价不要破 续报往上看 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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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基本面也不是说很优耶 YY是85%啦 只是第一击质在0.13 现在多少钱 就快 这我没兴趣啦 跟这业绩不是很优 很尴尬 那我给你建议就技术面操作吧 防守这个大量区 上面这个区间是压力位 我建议逢高换挡 建议逢高换挡 红色 红色也是区间操作 这也没有明显的趋势 你问的问题是建不建议买进 小鹿不建议做任何 没有在这里做任何的 建议买进的动作 那当然就是帮大家看看防守区间而已 我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关基本面 并没有任何推荐买卖的一个意思 区间操作吧 好不好 剧名喔 你是不是想要看这个 想要看这个 剧名有没有落后补长机会 我认为有啦 有啊 位阶应该算是高尔夫里面相对低的 相对低的 防守区间 往前高去看 应该还行啦 应该还行不用太过担心 第三喔 运动健身器材 这个好像强一点点 不过一样都一样在洗 手大让区吧 我这让区有撑就行 有撑就行 那上面这里有个颈线压力位 逢反弹去慢 那目前我认为就 这个现行有点尴尬 你就防守区间就可以了 ok 经验喔 经验我做不要追啊 他口袋名字那不要追啊 为什么 追上去直接吃两根黑可以放 那这两个我认为不差 掉下来可以留意他 掉下来可以留意他 防守这区间就可以了 防守这区间未来不破即可 汉磊 汉磊这多方的啊 这多方股票啊 当然他是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啦 不要破前面高点吧 这不能再回来 这里也是26时的20跟10WMF 这里双重支撑不破即可 往上看 这个华航成本21块还可以续报吗 最近的空运在涨什么 在涨有可能疫情要解封了啦 欧美航现在开始旺起来 首区间吧 二十六十达白妹这个区块没破就行 但是逢反弹到这个位置 我还是接你减码这样的啊 还是接你减码一下 好不好因为 我只能说这是想象空间吧 数字能不能讲出来我不知道 我目前没看到 上看多少勒 这波上看多少勒 明日可以追 明日可以追吗 各位 目标价你要自己去衡量看看耶 每个人想象的目标价不太一样 那我认为应该还有空间啦 钢铁股我认为都还有空间啦 要不要追看你自己喔 你敢的话你就追 不敢的话就等拉回吧 我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那这有个短压 这里过短压就冲上去了 这短压只要冲人家站上去就冲上去 所以我认为是OK啦 但是目前短线会比较偏向区间操作 突破区间再来偏多看好不好 新唐成本78块5小赚嘛 防守区间啊 这区间没有破就好了 防守区间就可以了 创意 ASIC云段运算晶片的个股喔 来今天内挂的啦 那最近顶到这压力马上拉回来啊 那我认为还没有挂点啦 你防守区间就可以了 区间不破上看这个区间 上看这个区间这不错啦 投信不离不弃耶 投信索码的 这洗一洗证证 大区间操作 逢低我认为可以留意一下买点 基加成本118.5 118.5 是不是这一天买的 掉下来压力很大齁 这压力就会大 所以我会建议说 那你说机围面怎么样 机围面不差啦 机围面很好 低机赚4块3次 上半年可以挑战赚一个股本 这怎么会贵 短线的影响啊 洗一洗证证 我认为这里洗一下吧 再改点时间洗一洗证证 后续应该还有机会 后续应该有机会 这惯于问道的 好那今天影片内容有点长喔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还是邀请大家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 想跟上我们一起布局的投资本本 联络小鹿投资日记 脸书粉丝专业的小编 资讯加入我们精选 群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就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本本 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囉 掰掰